伙伴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逐月九九八团队 成功企业家每经典学习和行动活动正式开始吧 这里要先讲讲我们的什么是卓越团队 我们卓越团队,大家可以想象的九九八就是永永富有意思 我们的富有,首先是在我们思维方面 其次是在我们的技巧方面 再次就是我们的财富方面 那么我们的宗旨就是建立一个以世界级个人成长教育和直销成功教育的教育为核心的团队 在帮助自己、家人和朋友同时能够赚取在全球范围内 在睡觉时都能赚取永续收入 我们的远景是建立并参与 有共同的理想而接运的群体 让所有可以接受到的人了解 使用上以科学为依据的世界一流的营养基因组合学 从而更加健康、更加年轻、美丽、更有效益 并过上更有质量的生活 以及实现时间和财富上的自由 要完成 并共同完成公司每年帮助一亿人的目标 我们的使命是用关心、爱护和接纳的心态 来积极地感化所有我们周围的人 让他们能够释放出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在生活上、健康上、经济上、情绪上和思维精神上的潜力 让没有理想的人感应梦想 让失去理想的人重拾理想 让病无高端的人重新点燃对生命活 让老年人重现青春的热情 让年轻人承担起更多受益与社会的责任 让更多的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占到全球的钱 而且是远远不断的勇气收入 从而实现时间和财富上的争论自由 同时也通过我们的分享 以及对我们周围朋友的积极影响 世界可以由于我们的努力变得更加美好 那我们团队的哲学是什么呢 首先LiveBandage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事业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一样重要 无论他的背景和学位 每一位无论家门先后 都可以超越他的前准 我们彼此热爱、尊敬、鼓励和健康 做下一件对的事 是我们的征则 那为什么要举办像这样的学习呢 主要是想帮助伙伴们习惯成功的技巧 熟练掌握成功的技巧 这里包括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 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 我们才会有有效的行动 而有了有效的行动 世界直销行业的精英教父 Eric GoPro 这本书呢是国际的长小说 它被认为是网络营销事实上的圣经 那么Eric呢已经是作为我们在积累他30年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 这个颜检意还简单而要的做了归纳 写成了这样一本 全球已经被一百多个国家所接受的这样一本教育 那同时呢我们会也会借用其他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有影响力的 有助于我们成长的一些书籍信息 那我们这次批训呢因为我们伙伴们都来自于各个国家 我们时差 调查 都不相同 所以呢 我们的批训呢 我们尽量不超过每天15分钟 按照这个现在目前网上分享的这种方式 那每个伙伴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关注群里的信息 对于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群里面提问 大家可以做相应的回答 尤其是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然后呢我们也要求每一个概念 每学一次我们就及时的练习和掌握 因为学了以后不用的话 那我们都没有学 所以大家呢是有自己的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每天关注我们学习的进展 OK 那么这里边呢还要讲一下 这个我们成功的前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我们没有目标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衡量 也就没有办法去 有效的 产生积极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 目标的特点 目标的特点呢 我们用这几个字来形容 s step 就是标志 标志叫specific 就是具体的 我们目标是要具体的 实际的内容 m呢就是measurement 就是可以测试和评估的 a呢就是表达可以达到的 2呢说明是可以相关的 t呢是有时间范围的 也就是说每一项目标 每一个里程碑 我们都要有时间 日期 那么目标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有长期的目标 有短期的目标 长期的目标 可以有十年 五年 三年一年 九十天的目标 短期的呢 我们可以有九十天的 六十天的三十天 我们甚至还可以有 每天的计划 每天的目标 那在每一个目标里边呢 我们都要有 这个里程碑 来创建 这个建立具体的任务 来实现这个目标 并且确定 什么时候完成 这个日期 所以这是我们在进入 其他的步骤之前 大家要做到 所以今天的 学完以后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每一位一段 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起草一下 自己的长期和中期 以及短期的目标 尤其是要养成 我们每一天 定理下一个 下一天的 计划 这个目标呢 我们是可以不断的修改 所以呢 但是至少 大家要把它写下 去哈佛大学的 一门测试啊 对于所有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学生 本科生 都做了一个统计 那有85%的 人呢 是没有写下 这些目标 所以15%的人呢 写下了这些目标 结果呢 他们的成果 要比没有写下目标的人 要成果要更加的显著 所以呢 写下目标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了目标 我们才能达到